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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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令无数风月片导演对她去之若鹜 也引来无数狂风浪蝶的争相追捧 那些年 很多7080后宅男 面对郭秀云的处女作 避鬼有限公司里的伪认女儿 估计都在一边掐饭一边流鼻血吧 在联手警探这部戏里 郭秀云扮演的少侠妃 俏皮脚急的微笑 这种又进又欲的表演方式 让人过目难忘 亮足一百当中群星璀璨 郭秀云女神一般的完美身材 如同鹤立鸡群一般 完败一群家人 也吸足了观影人群的目光 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作品并不多 但是每一部几乎全靠身材 演完全部剧情 然而家里有金山可以依靠的大小姐 拍戏不过是玩票而已 演戏不过是为了脱显自己的优势而已 二十几岁的女孩子 最感兴趣的还是扫结购物跟谈恋爱 郭秀云选择钱小豪谈恋爱 一点都不令彼时的赤瓜群众感到意外 因为一个喜欢大秀身材 一个喜欢偷拍女人群体 彼此各取所需地走在了一起 所以当年邵氏旗下张彻力捧的一员爱将 钱小豪出道极巅峰 凭借张彻给他的大好资源 搭档合作的都是一线大开演员 例如李连杰周润发林正英等人 但是钱小豪并非爱惜羽毛的一人 后来在超市偷拍多名女子的群体 被保安抓到现行 被扭送到警察局之后 丑闻被曝光 她的事业也受此影响 一落千丈 不过丑闻曝光之前 钱小豪的人生也曾有过高光时刻 例如她取到了令很多男人 垂涎三尺的郭秀云 如同九汉逢甘林一般 甘茶遇到烈火的恋情一发不可收拾 1990年两人在澳大利亚秘密闪婚 那一年郭秀云才21岁 钱小豪27岁 虽然进了围城 但是郭秀云依旧没忘了搞风月片事业 在此期间 她参演了几部尺度非常大的戏 如我为轻狂 夺宝撬家人 最佳贼拍档等 体力充沛的年轻夫妻 生产速度丝毫没让两家老人操心 没过多久 就让双方父母抱上了家族第三代接班人 只可惜良辰美景奈何天 相看两不艳的日子 后来变成了两看生艳 三年后 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 关于离婚的原因 仿间传闻有两个版本 第一种说法是 婚后的郭秀云依旧喜欢拍风月电影 钱小豪管不了妻子 既然妻子喜欢拍随便的戏 那就随她的变好了 第二种说法是 两人婚姻中出现了小三 据说是陈法荣介入二人之间 不过传闻终究不可惜 毕竟婚姻中那些柴米油盐的鸡毛蒜皮并不少 对爱情的杀伤力更强 离婚之后 财大气粗的郭秀云极具优势地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 后来有媒体采访郭秀云 钱小豪是否经常看望儿子时 郭秀云嗤之以鼻地隔空嘲讽钱小豪 她有时候只向征信地给儿子一元钱 有时候这点钱也能省则省 或许这才是郭秀云肆无忌惮地给儿子改信的原因 郭秀云原本就是长袖善武之人 再加上附加千金的身份 她在名利场中的朋友都是非富即贵之人 因此离婚之后 虽然身边有一个脱油瓶的娃 但是她却一点都不仇嫁 之后随着郭秀云第二连三地改嫁他人 钱小豪的儿子钱其夫 分别叫过钱浩然 钱子红 庞景峰等等 后来儿子也习惯了 每逢母亲改嫁 她都会调侃郭秀云 妈你结完婚以后我叫啥啊 郭秀云随便给儿子改名字这件事 还曾经因此给儿子带来五望之灾 2019年年底的时候 庞景峰刚刚考完嫁账 母亲就给他改名字了 当时他因为嫌麻烦没去领证 或许年轻人的想法是 说不定过段时间母亲又给自己换名字了 到时候再去办证也不迟 没想到这件事拖延出一桩祸事 庞景峰因为无证驾驶 再加上没有保险使用车辆 被交警抓到警局去喝茶 这两项罪名让他交了4300元的罚款 而且还被停牌一年 虽然这点小钱对财主家的儿子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因为母亲折腾自己儿子的名字 让儿子因此获罪的丑闻 也让人一笑大方 后来有号市媒体曾就此事采访过钱小豪 他一脸无奈地表示 孩子在他身边我没办法 只要他们玩得开心我无所谓了 郭秀云自然是开心的 因为他经历了四婚五离之后 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老公 而且现任老公庞杰还是一个大财法 钢铁大王庞鼎原家的五少爷庞杰身家80亿 有钱人嫁有钱人的郭秀云 终于让娘家人开心了 因为这一次他终于给父母面上争光 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古野 不过最开心的还是儿子庞景峰 因为他的名字定下来了 不用再改来改去的引人嘲笑了 庞杰不仅让郭家人放心 对郭秀云宠立岛无以复加的程度 受郭秀云受宠影响 有一次为了救下郭秀云的鹦鹉 庞杰差点摔了个狗啃泥 结婚之后还当舔狗的男人确实少见 相较于老公的宠爱 郭秀云宠儿子的方式更是令人大开眼界 郭秀云从来没有给儿子选女朋友规定标准 所以庞景峰的女朋友也是各种款型五花八门的 其中一个女朋友叫陈静怡 这个女孩子16岁那年就结婚生子了 而且还是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后离得婚 当时庞景峰跟这个女孩子交往时 媒体也曾好奇 难道郭秀云就不担心吗 不过郭秀云面对于记的采访 毫无压力地淡然一笑 我家儿子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 当然这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一语成衬 陈静怡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庞景峰的过去史 身边的女友换成了何佩佳 有趣的是 彼时港媒还拍到两人拍拖出街扫货时 郭秀云随行左右两人在前面买买买 老妈在身后当随行提款机帮他们买单 再后来庞景峰被吃瓜群众说没有赚钱能力 财主的儿子恨恨地发誓 等我赚够300万就自立门户 赚钱养家自立更生 男子汉一言九鼎 后来进入娱乐圈当演员 和老豆钱小豪还因此相处甚欢 但莫许久的父子情又重新热络起来 对于钱小豪来说也算是意外之喜乐 不过因为财主家的儿子太受欢迎 钱景峰身边的女友依旧是换个不停 郭秀云对儿子的宠爱方式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不过郭秀云对朋友和小动物的态度还是挺正常的 作为吴启丽的好朋友 郭秀云曾经揭露小龙女出轨的真相 她简单明了地指明 小龙女的女朋友Andy母女居心不良 想方设法地跟吴启丽 所要吴卓琳借居在他家的费用 除了力挺吴启丽之外 郭秀云还经常喜欢参加一些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宣传活动 据李燕山透露 郭秀云家中的小动物海陆空都有 堪称动物总动员 如今52岁的郭秀云跟儿子彭景峰站在一起 犹如一对姐弟 不禁令人疑惑不解 难道越有钱的女人越不容易老呢 郭秀云的脸究竟有多贵 或许只有她自己清楚 毕竟医美技术横行的现代社会 没有钱做不到的事 这世界上胆大妄为的人比比皆是 就看自己有没有胆子 跟天真 跟地斗 跟人较量 郭秀云的豪恨人生刚刚进行了一半 下半生还会有怎样的精彩 敬请期待吧 娱乐圈里的作男作女不少 郭秀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总之 郭秀云的故事已经尘埃落定了 稳坐航门扩泰宝座 至于郭秀云的后代 是否因为受益于母亲的有趣基因影响 日后会搞出何种精彩瓜料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